接下来这位人物是美国知名的汉学大师丁爱博 早在50多年前就来到台湾学习中文 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 已经82岁的丁爱博再度回台湾师大 接受杰出校友的荣誉 经过半个世纪再回到台湾母校 丁爱博满脸笑容 这位已经高龄82岁的汉学大师 在年轻时因为向往中华文化 在美国学了十年的文源文后 还大老远飞来台湾的师大研习 就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 尽管中华文化近年来在国际上备受重视 不过像丁爱博这样 远从国外来到台湾学华语的外籍声 这几年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 反而都往中国的大学来去做学习 事实上中文是越来越不如以前的 对不对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写作文错字百出 文不对题 我们的中文教学的教学专业 我们重不重视教学的专业 对不对 还是说 还是很多人以为说 我只要开一个什么中文教学补习班 对不对 我上三个礼拜的课 我就可以当中文老师 这些观念都需要去纠正 周中天认为台湾的教学优势 是在于坚持教授正体字 以及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 不过面对中国大陆在全球各地 广设孔子学院招揽学生来学中文的做法 台湾在教学专业上 师资的训练 以及教材的研发上 都得加强的努力 才能在中文教学上更具竞争力 介绍一些启文 台湾报道